如果你深夜被杀人魔盯上 你会选择转身逃走 还是躲躲藏藏呢 如果屏幕前的你感到害怕 请把保护打在公屏上 我叫Timmy 由于最近发生了很多凶案 而今天又是万圣节 所以我打算在家陪儿子看电视 可就当我准备上床睡觉时 一通奇怪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接起电话后却没有人说话 传来的却是一阵浓重的呼吸声 像是野兽的喘息 感到情况不对的我 赶忙让儿子回房睡觉 并让他关好房门 而我则在一楼挨个检查 关闭了一楼所有的窗户 就当我以为这不过是虚惊一场时 大门处突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我赶忙到窗户旁边观察 可门口没有任何人 就在这时 我发现厨房的门居然关了 难道里面有人 妈呀杀人魔就在窗外 我们被盯上了 就当我要去客厅里打电话报警时 电闸突然被人关掉了 不用想肯定是他干的 我只能壮着胆子打开后门 摸索着走出去 可这时我突然听到了沙沙的脚步声 扭头一看原来是儿子 我赶忙安慰他回去 并让他躲进柜子里 就这样 我有惊无险的来到了地窖门口 打开大门后 我先走进地窖 拿走了卧室的钥匙 因为卧室里面有枪 随后我恢复了电力 可我刚走出地窖 杀人魔就出现了 他步步紧闭 眼下无路可逃 情急之下 我躲进了地窖的柜子里 他追进来后一番搜索 还是没有发现我 于是他打算离开 先找儿子 为了阻止他的阴谋 我偷偷地跟在他后面 回到了房间里 趁他在客厅寻找时 我逃到了二楼卧室 打算寻找武器 可就在这时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了 我赶忙钻进柜子里 屏住呼吸 果然他听到了动静 推门走了进来 不过一番寻找后 还是没有发现我 但此时儿子居然害怕地哭了起来 他听到动静后 直接朝儿子走了过去 千军一发之际 我赶忙钻出柜子 拿上手枪 并瞄准了他 一番警告无果后 我不断开枪 最终杀人魔 倒在了血泊之中 就当我以为一切都结束时 他突然站了起来 颤颤巍巍地朝我扑了过来 可我的子弹已经用完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 楼下好像还有子弹 于是果断下楼 装弹 瞄准 对准他再次射击 终于 结束了吗 儿子 儿子怎么样了 赶紧去楼上看看 还好没事 在这里我还是奉劝大家一句 晚上千万不要乱开门呀